巨大高耸的欧式城堡 蜿蜒而下的古老阶梯 这如同魔戒般的神话住所 究竟是谁的家呢 看清楚了吗 这可不是郭董在欧洲的城堡 更不是史前巨大蚂蚁 攻击人类的灾难电影 而是蚂蚁达人王炳成 为这些心爱宠物 所设计的高级住宅 其实我们的乙潮是 概念是源自于 魔戒的圣规格 所以它的山坡跟城堡 都是我们手工雕的 虽然是我们独一无二打造 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就是 我们的出入口呢 就是城堡的门口 然后你可以看到 有蚂蚁在守卫在门口 然后它们要出来 它就顺着这个楼梯往下爬 这是我们独特的设计 那我们的产品呢 因为做得比较精致 然后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做的那么好的 所以目前我们有外销到这个国家 不仅秉承所设计的乙潮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卖蚂蚁 也是它22岁大学毕业之后 选择的第一份工作 在台湾也几乎没人做过 直到今天 它创立的蚂蚁帝国 仍然是台湾唯一的 蚂蚁专卖实体店面 只是现在的局面 可是当年革命而来的 妈妈是反对的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很担心我的方式 去跟我沟通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养我自己 那但是因为我很坚持 她也很坚持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会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远战 在就是彼此部分 但革命成功却只是创业的开始 当年轻创贷款和家人投资合计的一百多万元 可是一年多就烧光了 问她有没有吓到要缩手 她说根本没时间想这件事 我没有把心思花在思考 我什么时候放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连花时间 去想怎么成功都没有了 都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 所以我一直都专注在 如何去思考怎么改变现况 怎么去从这个困难中走出来 的确秉承没有放弃 为了解决客源的问题 她制作影片 努力地研发产品 四处地演讲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亲近蚂蚁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放弃 我觉得这是一个 放弃不只是我失去这个东西 而是台湾失去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些顾客 台湾这些人 才是让我想要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一直不断地在鼓励我们 然后支持我们 所以一旦如果我们失败 我们消失之后 台湾就消失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她说有些客人真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比如说像最早期就是有群创光店 他们打来跟我们要蚂蚁 是因为他们的东南亚面板厂 一直受蚂蚁的危害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提供蚂蚁 给他们做研究 还有一些是比较有趣的是 他打来说我要做摆盘 他是要做餐点设计的比赛 然后他需要活体的蚂蚁 甚至比较有趣的是 他们是要食用 看到我们新闻之后就来找我们 我们要大只的黑蚂蚁 我要泡酒我要泡茶 然后就叫我们去收集这些东西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 他就是一个家庭 那四个人 然后走进来之后 原来这边是在养蚂蚁 然后他一直经过 但是从来没有下来过这样子 然后那一次就进来 然后那个爸爸 他就看了看之后 我们都还没有讲什么太深入的东西 他也没有误我什么东西 他就直接说出来 就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梦想 那我就觉得感触非常深 是因为很感动 因为有一个客人 他竟然可以在 我们都完全没有跟他讲 我们整个过程的时候 他讲出我们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对于以前或现在或未来 确实这个地方是一个梦想建立起来的地方 团结力量大 从工作的压力中 秉承知道一个人能力真的是有极限 因此他开始学习了蚂蚁团队的精神 希望能够结合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完成下一个目标 建立世界唯一的蚂蚁博物馆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做一个展览馆 一个博物馆 那它是全世界唯一的博物馆 为什么我这样说 第一件事情是 世界上其实没有 没有以蚂蚁为主题的展览馆 那这博物馆里面不只是只有展览而已 它还有课程区 还有商店跟餐饮去做的结合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独特性的一个主题馆 主题乐园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打算用群众木制的方式 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 小小的蚂蚁四处爬来爬去 却在大自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秉承的坚持当中 也让我们相信 只要愿意 我们都能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 改变这个世界 央广记者曾国华 专题报道